首先我們邀請的是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鄭明修正研究員 發言時間8分鐘 7分鐘的時候會響鈴提醒一次 好,謝謝 委員好,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好 還有我們的國營企業 這些朋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再次 來自這個麗瓦宴 我想在麗瓦宴是人民的會堂 而且是來這裡 我是也算是公務人員 所以我要講 算為老百姓要講一個真話 我知道這件案子因為本人也是第12階的環評委員 那這個案子也在我的兩年聽了很多的報告 非常了解 那最主要我是大概是環評委員裡面 第一個為了這個案子 兩次自己上來報告各20分鐘 這大概破了所有環評委員 因為我想我要找他最好的替代方案 我自己去請人,我去拜託人 因為我最早的時候還是核式監督委員過 從工程方面各方面,能源方面 我自己也參加過離岸風利 各種的環評案 所以個人想說 這國家是個最適合的地方嗎?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我從事海洋40年了 我潛水每天出去都要看天氣 我知道現在天氣到底怎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是最差的一個地方 我以為人格是誰能保證這裡是最差的地方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到說 為什麼不能找北的地方 剛好我又是台北港的環查的環評委的召集人 所以我當時現場就說 那關坦港這個案子呢 中友其實應該三間應該來你們這裡 請問他有沒有跟你們問過土地 當時的王總公司親事跟我在環評會上都有錄影存證 他說有,中友來跟我借,我說有土地 我們這裡有,我們剛剛在填土 那是N2那個位置 結果隔兩個禮拜 我在在環評會跟中友這件案子的時候 竟然當場中友說 沒有,台北港都說已經都沒有位置了 都出出去了 我說台北港這麼大 那剛好我沒有把台北港的天然氣 在巴黎那邊要把它移到最外面的A區 B區那裡 剛好要填土天來照路 那也是最適當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去了拜搜一個工程師 他叫做徐順縣總工程師 他本人是做過我們的永安天然氣 還有我們這個所有海底的接管都是他做的 所以一接他做的 台中港他做的 他現在在做什麼呢 他現在也在做我們麥寮的天然氣的接收站 所以他非常幫我的忙寫了這個T1案 那這T1案我在那邊報告已經報告過了 我想我在大自然這一期 142期呢 環保計程室呢 我已經把那個報告書的他的部分 我都放在裡面 那所以這個我以前要講說 但是那時候我跟張景森有沒有 政務委有沒有 再去視察回來呢 中友還是說還要15年18年 每次都18年 我想大概是他們覺得慢慢做 所以今天我覺得這是一個報告書委員有沒有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已經不是我科學家有沒有 跟我的專業有沒有 我在環評會我已經自認為說 這已經是政治問題了 所以我個人來講說 因為我所說的跟中友所答的 一直都在兩邊都在沒辦法交集 因為我的工程師就專門來做接收站了 他就沒問題的 他們就說沒那麼快 結果沒那麼快 好這時候是 我說政治問題呢 當然政治解決 但是老百姓要的是一個真正的 真 因為老百姓要說要陪你的 要對國家有利的 那以這個接收站呢 他不適合性 真的非常嚴重 所以我個人先在這裡再澄清一次 那第一個台北港是最好的 我講裡面已經理由都寫過了 那第二個的時候 我曾經在想到林口港 當行龍港的時候 是我跟這個台電的高層 有些某些人真的很熟 那我了解說這個 觀塘港當年呢 是從東頂義化天然公司 要轉給中頂再轉給中友的時候 這過程中行政院呢 曾經是要給台電也要 因為台電都大唐是我在發電的啊 那我來自己來接收 我自己可以省這樣 每年可以省百億啊 到兩百億啊 那為什麼不能自己來做 可是行政院最後還是敲定給中友 所以是轉接給中友 那是沒錯 但是我們今天要談到的一點是 我們以老百姓的心理來講說 我們的電價越來越高 為什麼中間這個轉接呢 是百億到兩百億 請問為什麼電那麼貴 這一點就是因為我們要用 中友的觀看港 那今天我看到中友的答覆 覺得奇怪說 因為這個台北港呢 好像比較遠 請問你一下 你現在有天然氣呢 有的是從永安天然氣港 還有台中來 繞那麼遠都不嫌遠了 怎麼會嫌這個台中港會很遠呢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那時候提出林口港 他們有講林口港什麼飛機 飛航可能有危險什麼 講一大堆 後來我那個總共同事也講說 那永安港的上面還有台南飛機場的上空 那根本沒有問題啊 所以找理由永遠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跟你們 要找理由 我真的是拜給你們了 所以我是不要再講理由 我是要講說我以老百姓來講 為什麼現在中友跟台電兩個公司呢 我們國家行政院應該聽到聲音 哪一個是對人民最有利 那花的錢最好 最有老百姓的重點 這是我 還有呢 我剛剛大家提到 現在永安港呢 船繫 這天然氣的接收繫呢 已經又增加兩繫 那台中港呢 我們在環評環差呢 中友也要加加一繫 台電也要加一繫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只有三接這一繫而已啊 是好多繫啊 已經增加四繫以上了 所以這個在我們的天然氣 還有各位知道 我們還有很多的這個私人公司 像森巴電力公司 豐德一廠 豐德二廠 豐德二廠 也都要增加一百萬萬 也都用天然氣 我們還有嘉惠電廠 還有新能 長生 新陶 國光 張濱 還有私人的麥寮 我們太多的電 這個都是可以去替代的 而且是我們台電可以去整個 來做整個通盤的這個調配 所以我們國家以這個來講 這不是唯一的 我個人先這樣講 好 這一張點呢 我是在講是說 藻礁 我真的我們海洋界對藻礁 我們對不起藻礁 我一直都在珊瑚礁潛水 因為珊瑚礁能見度再不好 總有三五米可以看 這水深五米可以看得清楚 可是藻礁能見度只有五十公分不到 所以一直都沒有科學家去做研究 所以這一次因為有這個觀察案 大家調查結果 總會越調查生物越來越多 這七件來的藻礁呢 竟然生物太多 非常多 後來我們知道 這是全世界非常特殊的一個生態系 我們沒有人去研究 對不起 台灣海洋的研究量很差 也沒有人去做 後來知道 原來這是鯊魚小時候要住的地方 因為鯊魚它小的時候才真的在 它的秀節什麼很靈敏 它可以吃沙裡面的蝦螃蟹類 可是它大海出去就被大沙吃掉了 所以這裡是一個小沙有沒有 生長的地方 所以藻礁的生態系 是我們長期忽略的 所以那裡有財產多貝孔山湖 可是中有的解釋 說我們已經從兩百多公頃降到二十三公頃 但是我們關心的不是這樣而已 因為你將來還可以再反差 再把那個少的那個天然除菊草再補回來 還有你那個最重要 整個港區是沒有變的 還是這麼大 所以那麼大是影響整個海域的這個 整個海流還有突堤效應 所以對這些生態 這永遠都是影響就是佛遠無界的 所以這個一蓋上去 對我們台灣的海域是影響非常大 破壞生態是非常大 那我們想說台灣到處都是在蓋港 現在不只這裡 大家知道邪惡電廠為了天然氣又來蓋港 好像每一個天然氣的地方都要蓋一個港 那請問一下台灣的土地 孩子以後還有海邊嗎 我們的生態都填完了 我們都知道我們家裡的天然氣怎麼來 都是接收有沒有 家家屋這樣接收在 是接管來的 那為什麼海域我們不能用接管接過去 是可以達到的 我想這工程上都可以解決了 只是要做不做 以上報告謝謝 好我們謝謝鄭明 所以我們要不要勉強